Hello,大家好,我是毛毛 今天呢,想跟大家推荐一下我最爱的化妆刷 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讲化妆刷的小知识 第二部分呢,是我认为人生必入的一些化妆刷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刚刚接触化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基本上都是用手指 除了手指,用的最多的就是彩妆盘里面自带的那些工具 大概在三四年前吧,我开始接触到一些品牌的化妆刷 就一发不可收拾 真的会因为有了一个好的化妆刷而更加喜欢化妆这件事情 首先先讲一下化妆刷的小知识 化妆刷呢,从材质上面分呢,可以分成是豆毛和人造毛 两者各有所长 豆毛呢,它比较的亲肤柔软,抓粉力比较强 但是吧,它容易吸水,容易生细菌 寿命呢,就会比较的短一点 而人造毛呢,它抓粉量小,所以呢,比较节省化妆品 抗菌性也比较好,容易清洁 所以呢,寿命也会更长一点 不是说动物毛就一定好,人造毛就一定不好 具体呢,还要看化妆刷的具体用途和品牌的品质 化妆刷呢,在用途上呢,又可以粗略的分成是 面部的化妆刷和眼部的化妆刷 面部的化妆刷呢,一般刷头都会比较大一点 我们常用到的面部化妆刷呢,有滚底刷,散粉刷,三红刷,修容刷和高光刷 眼部的化妆刷呢,刷头就会小很多 一般用到的眼部的化妆刷有 眼部的打底刷,主色刷,细节刷,眼线刷和暈染刷 一套好的化妆刷,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整个妆容的精致度 接下来就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认为人生必入的几把化妆刷 首先,第一个品牌呢,就是Sigma 其实Sigma这个品牌呢,主打的就是高科技,有抗均性的人造纤维 今天的这几把刷具呢,都是人造毛的 一共呢,是七把想推荐给大家 其中呢,有两个面部的是Max Kabuki和Position 还有五个眼部的,它们的型号是 E25,E38,E54,E30和E65 面部的这两支呢,是Sigma非常非常出名的3D HD系列 这个呢,是最大号的那个Max Kabuki 是一个粉底刷,这个小的呢,是Position 也就是一个细节刷 我买3D HD这个系列呢,也是因为它的口碑好到爆炸 几乎是零差评 先说一下这把大的 它这个圆圆胖胖的身材 拿在手里面,特别特别的有分量感 质量非常的好 并且它的刷毛很浓密,很柔软 摸上去就像摸到那种绒毛一样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切脚做的非常的顺滑 我们用它上底妆的时候,也不会对皮肤造成过度的拉扯 这是我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呢 就是它上妆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可以秒杀美妆淡于系列 不到一分钟一个完美的底妆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呢,这个粉底刷特别特别适合那种精致的上班族 就是早期要非常完美快速的画一个底妆的人 另外呢,这把小的呢,就是一个细节刷 在我们上完全脸的粉底之后 会对一些细节进行修饰用的 它其实呢,就是这个mini版的kabuki 大小和形状刚好可以完美的贴合 像我们的鼻翼两侧呀 纯粥呀,还有眼角呀 等这些地方可以进行一些细节修补 让我们的妆容呢,达到一个零死角的状态 当然了,这把小的呢,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 如果预算有限的话 大家可以只买这把大的 因为它的这些细角呢 也算是可以帮我们照顾到这些小细节 但是用它处理呢,需要操作的次数比较多一点 需要比较有耐心一点 但是也可以同样达到细节修饰的效果 接下来呢,就是Sigma的五个眼部化妆刷 也是我做了超级多的功课精挑细选出来的 那我今天呢,就会按照我平时画眼妆的顺序 来一一的给大家介绍 今天用的眼影盘呢,是Fanta Beauty的American Spice这一盘 我会画一个比较日常的橘色系眼影 首先第一步呢,我要给眼窝做一个打底 一般呢,我们都会选择是大地色系 或者是比主色淡一点的颜色 其实它的作用呢,第一呢 是可以用来均衡我们眼皮的颜色 第二呢,就可以帮我们的整个眼妆奠定一个基调 首先呢,我会用这一把E38 来占取最右下角的那个暗橘色 我喜欢这个E38是因为它的大小 特别特别符合我眼窝的形状 再加上它的刷头非常的蓬松并且很柔爽 所以呢,它可以非常快速均匀的就把我想要的颜色 平铺在我的整个眼部 不会有那种结块呀 或者是刷不均匀情况的存在 打完底之后呢,我会用这把E54 也就是中号的扇形刷来占取竹色 来给眼皮上一个竹色调 这个E54呢,就明显的比刚刚的E38 刷毛朵,并且要更加的密实密集 我描头的造型 这种造型的刷头呢 第一呢,它的抓粉力会更强 因为它的签面会比较多抓粉 可以抓得到更多 第二呢,就可以更加精准的上到一些局部细小的位置 上色的显色度呢,也是最高的 今天呢,我用这个深松色来做眼尾的加深 并且呢,我还会贴着我的睫毛做一条烟熏感的眼线 来增加整个眼睛的深邃感 这把小刷子,简直是整个妆容的点睛之别 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最后的这个加深做的不好呢 整个妆容就会变得脏兮兮的 有一种无力回天,就是很有挫败感的感觉 这个E30呢,就可以帮我们很准确 很有效的把颜色放在我们想要的位置 帮我们的妆容提供更多的细节感和层次感 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忽略等这种小的刷子的使用 接下来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了 晕染,我会用到E25这把刷子 它呢,其实类似于38 但是它的刷头会更加的蓬松 更容易晕染 晕染是整个眼妆的灵魂 除非呢,是一些特别的妆容 不然太过明显的刷痕边界呢 会让整个妆容看起来会比较的有粗糙感 所以呢,让每个眼影的颜色 完美的过度是精致眼妆的重中之重 这把E25呢,它晕染的程度实在是太棒了 就它蓬松的这个刷头 可以非常轻松的就把所有的颜色晕染自然 毫无痕迹,让整个眼妆呢有满满的高级感 最后呢,就是眼线了 我会用这把E65的小号角刷来上眼线 它的造型呢,是比较硬朗的直角切线 刷头也会比较的薄一点,硬度是最高的 很适合用来上一些眉毛呀,或者是眼线这种比较需要线条感的地方 今天呢,我会选择这个眼影盘里的墨绿色 来从眼尾开始慢慢的画一条眼线 其实这种斜角刷大小刚刚好 非常非常的容易上手 如果是新手小朋友不太会画眼线的话呢 我是很建议一开始先拿这种斜角刷来练手 从眼尾开始慢慢的一点点的勾勒出整个眼线 会比眼线笔呀,眼线液呀用起来更加的容易上手 并且不那么容易出错 好啦,这样非常非常日常的一款眼妆呢 就画好了五把眼影刷 我觉得看成是眼影刷戒的地表最强 那其实Sigma呢,它也有一些眼部的套装 但是我没有去选择那些套装 我宁愿多花点时间自己去挑一下自己真的可以用得到的 也不想说买回来一套有好几个闲置的 其实Sigma它的价位呢也算是中等偏上的水平了 我买的这五把眼影再加上两把面部呢 加起来也要将近港币八百块钱了 但是我买的时候是没有折扣的 Sigma的官网呢 也会时不时的搞一些打折 然后也会支持国际的派件 黑我的时候折扣力度应该还是挺大的 连热门的一些款式也有七折 大家可以趁打折的时候再去入手 那在这里声明一下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全部都是我自己买的 并且自己真的觉得好用的推荐 没有任何的广告成分 那除了刚刚那个比较大牌的化妆刷呢 我平时还会去淘宝去淘各种各样的化妆刷来使用 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性价比超级高 超级超级好用的国产品牌 它的名字呢叫做瘦瘦狼 瘦瘦狼在国产品牌里面名气已经非常之大了 它的双子呢有动物毛的也有人造毛的 最有名的系列应该是那个猪杀系列了 就是号称是白凤堂的平价款 我入手的这款呢是再便宜点的系列是草花梨系列 这个系列呢也是羊毛的 并且是细光蜂羊毛 细光蜂羊毛是什么呢 就是熊毛 胸前的毛好像听起来会比较高级的样子 但是大家猜一下这一套11只要多少钱 这一套11只只要200出头 这真的性价比超级高 超级划算的一个品牌 但是千万不要因为它平价呢就小看它 它其实从刷毛的流畅程度 再到刷柄的这个木纹设计 再到整个金属的配件 就是整个的造型都非常非常的高级 没有什么廉价感 钉在手上也是有沉甸甸的分量感 并且它的使用感受也是超级的舒适 扫在脸上呢就有那种清风拂过的感觉 丝滑中呢又带着一丝的清凉的温度感 所以这种感受呢是人造毛所达不到的触感 并且它的妆效也是经过了很多人的认可的 其实我最开始接受瘦瘦狼这个品牌呢 就是我的化妆老师推荐给我的 他说它用下来妆效完全不差于任何一个国际的品牌 并且它的价钱呢是非常划算了 连学生党都可以轻轻松松的入手 那这一套11支刷子呢基本上涵盖了我们化妆最常用的一些款式 唯独呢这里面呢是没有粉底刷的 这是因为呢羊毛的材质比较怕水 只适合上一些干粉材质的化妆品 不适合上液体啊或者是膏体材质的 所以呢如果想买它家粉底刷的话 可以单独去买一把他们家人造纤维的粉底刷 其实优点说了很多很多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这套刷具它的缺点吧 其实它的缺点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它的缺点呢也是源自于它这个羊毛的材质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用过几次之后 就开始有掉毛的情况存在了 所以我感觉这种羊毛刷的寿命呢 可能会比较短一点 我觉得连Sigma寿命的一半都可能达不到 第二呢就是清洗过后啊 开始有榨毛情况的存在 大头的刷子不是那么的明显 但是小头的眼影刷呢 它榨毛的情况就会比较的明显 所以呢在使用以及清洁这种羊毛刷的时候 不可以太粗鲁要比较 用心的去呵护一下 第三呢就是它的味道不是那么好闻 哪怕清洗过几遍之后呢 闻起来还是有一股淡淡的那种动物农场的味道 其实瘦瘦狼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系列 我会把他们家的店铺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进去里面逛一逛 它有专门的分区有人造纤维系列和动物毛系列 我是强烈的推荐他们家的动物毛的系列了 因为性价比真的是超级超级的高 那以上呢就是我推荐的所有的化妆刷啦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这支视频 如果觉得有用的话就请帮我点个赞吧 没有关注我的话就赶紧关注我吧 我会经常跟大家见面的 我是毛毛 下个视频我们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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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